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依法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 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 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、信息和情报 美国政府迄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却一再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 我们也注意到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 寻求禁止TikTok是仇外的政治迫害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 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环境